各位,今天是聖誕節二十四號 今天送大禮,送三件大禮 第一件大禮,又再又講一講 嚴正聲明,又有人開始冒認我了 今次更好,他會虛寒問暖 叫你不要驗到新官費,真是很好 這個假人都假得幾個是真真 是好有人情味,不過這樣 凡是騙你的人,都是要有人情味的 才可以騙到你的心 騙到你的心,才騙到你的錢 記住,見到這個 這張照片我都不知道多久的東西 我拿著那兩本書,它是關鍵上去的 真是多漂亮,真是 真是落足公本 好了,這是第一件大禮,叫大家不要受騙 第二件大禮,將會講講保力加通道的應用 而第三件大禮,將會講講出入市的技巧 我這裏是保力加通道的應用和出入市的技巧 由於有些讀者問,為何要用保力加通道 這麼多種技術分析技巧 很簡單,世界上的分析技巧真是多的事 包括了,你去這個祖先上裝著香 問不問他都可以的 問題就是,不是每個祖先都回答你 也不是每個分析技巧都那麼容易學 我找到之後,找到保力加通道 真真正的就是,易學易明 讓大家看得到一個高低位 如何去出貨入貨,是易思執,一眼看完 我會建議大家怎樣做呢 你應該要將今天這個視頻 再轉到另一個機器那裏 另一個機器專門開著這個保力加通道應用的一 接著就會慢慢看下去 A B C D E F G H I 各自,因為我會將它放大 讓大家可以看到它們的變化 所以這次如果大家做的 最好就是拿兩部手機出來 如果你沒有兩部洗機,怎樣做呢 很簡單,全屋人的,沒理由沒有兩部手機 沒有了,都怎樣做呢 麻煩你明天買運經濟日報 我會將這個再登記經濟日報 那你拿著它,指定它就完成了 好,首先第一件事 這個是真真正的一隻股票的走勢 總共由於2019年 大約走到2020年的11月左右 在這裏,你不要小看 是由7元就跌到3元 3元又轉到7元 中間如果你撿到的話 這一年裡你可以將你的資本額倍增 真是厲害 第一件事要認識的就是 升市要有大成交 大極就見頂 跌市呢,成交必縮的 為什麼呢? 大會不玩,只剩下散戶玩 那宿極就見底 為什麼呢? 所有散戶都輸了,媽媽都不認得 出貨了,人家就收貨了 看看這個成交 升市這裏這樣升 成交是增的 不是最多 很多很多的事情好像這樣插了上去 這樣的情況之中 這些叫噴射息 上升 為什麼呢? 大戶在這裏出貨了 出貨之後 怎麼辦呢? 拜拜了 騙了大家的貨之後 來到這裏 這裏又不要說沒得玩 完全有得玩的 之前我曾經跟大家講過 一個市裏面 每年裏面都是升幾個月 大部分時間是橫行的 如果這些時間 如果用其他技術分析 分分鐘會輸到 是真的叫救命 真的用保利解通道 真真正正可以撿它幾毫子 當然我講得少些 或者過領 為什麼會過領或者幾毫子呢? 這隻股票都是由3至7元 你撿它2元已經很重要了 去到最近這裏 開始升了 升的時之中 你找到成交又再增了 這裏一成交就縮 縮到沒有影子之後 就開始見底了 接著一升 升到之後 這裏又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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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在這點裏面 我會有幾個地方去看 大家看看 留意中間這裏紅色的線 這裏是保利解通道的中軸 這裏很重要的 跟著的中軸 跟著的中軸走 你跟著的中軸走 就容易找到銀 好 在A這個位 我講講 我這裏就是A這個位 我已經錄了 所以如果你有兩張 兩個手機在這裏看 就很容易看 A這個位 放大來看是怎樣 A 第一 你看到它是渣頸就命 一個豬嘴伸出來 突然之間 這裏叫渣頸就命 真的很好 就命 就是看死不死 不死得 就升 死了就跌 那渣頸就代變 不要說不死 渣頸就命死不死 你看這裏 這裏還是渣頸就命 這裏 渣頸代變 突然之間 一聲 架位上穿了中軸 上穿了中軸 中軸就轉上 慢慢轉上 然後通道就確闊 這個是不是確闊了 架就迫近這個通道頂 跟著就進了 進的時到幾時這個是放貨 來到這裏 架就下破中軸 那你說這裏也下破 我出不出貨 那你看看你出不出貨 無所謂的 你如果這裏拿了 起這裏出貨 也有幾元雞汁 是不是 這些叫不叫架 這個穿這個中軸 不要穿一穿 你們這個造 起碼你看看 你這裏穿一日 這裏只是 即是第二天彈上去 起碼這裏穿幾日 穿完幾日之後 然後再彈回那裏 這樣就要想著 這個叫回光反照 回光反照之後 再跟著就架下破中軸 中軸轉到下面 中軸轉下 然後通道又確闊 確闊 架又迫近通道底 那就要沽 亦都要配上成交 起這裏 起先 掌頸代變的成交很少 慢慢上升 就成交開始增加了 突然之間 湧了很多 為甚麼 到時當然很多人 吹噓又說好 又好 借個好 那個好 好到大家都湧進去 人家就放貨 放貨的時候 就這樣跌下來 第三 這裏已經跌了一次 這個位 即是B這個位 這個位 這裏已經跌了一次 跌了一次 還未死得住 通常 You have to die twice 死兩次 所以這個就跌了下來 再跟著的空道中 又再跌下來 又再掌頸就命 掌頸代變 又再跌多一次 通常跌兩次 或者三次 那就開始見底了 還要配上成交少了 你看看 這次跌得很厲害 因為很多散戶 零零琳琳 不踩了 即是輸到 媽媽都不認得 大出血 那這裏怎樣 最後頑強抵抗的 400散戶 都要出血 這樣就被攻陷 這樣開始 就會開始見底了 這就是見處看著 即是說跌了一次 還未完 不要以為跌了那麼多 夠了 我還不撈底 還未可以 看著整條的下降中軸 是微微向下的 即是有一個暗跌的情況 這是暗斜 斜完之後 再跟著一個急斜 這樣 再跟著成交又鬆 這樣就掛了 這裏成交跌的時候 成交又多了 為甚麼呢 連最後的400股都被你吐出來 好了 跟著我看看 這個就是 我都不知道怎樣炒 日升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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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緊 你就看看這件事 整體的時候 看有沒有掌頸 一掌頸 轉彎 走上 跟著 就跟它 去到這裏 哎呀 它又跌了 然後就走 來到這裏 它掌頸 跌下去 到這裏 就沽它 來到這裏 它又不肯去 這裏是掌頸 又向上 那就掌它 那你說多少呢 譬如這裏 這裏掌頸 碰到頂部 碰到頂部 這裏大小便是4.1度 4.1度 時鐘 你現在就定住 4.1度 升上去4.2度 4.2度 就在4.2度 就在4.2度 做止賺 升上去4.6度 就在4.5度 就只賺 跌穿到4.5度 走人算數 那你就唯有自於 由4.1度 賺到4.5度 因為沒有法治 為甚麼 因為它根本都是由4元 升上去4.7.5度 那你由4.1度 賺到4.6度 你還想怎樣 留下那幾毫子 給別人的超級技術好友去做 再跟著 有時 我剛才說了 會死兩次 You have to die tries 同樣 這些用了保力通道 你會看到 它會二次投胎 怎樣二次投胎 這就是鎖鏡走上 看著 保力通道還會暗上 這條暗斜上 不像剛才那條暗斜 是下跌的 這條暗斜是下跌的 下跌的就會死兩次 暗斜是這條上的 跟著 下面這條是大查判 所以記得 如果它一直會上跌的話 你不要看到它 穿了保力通道中途 我估了 我估了 看著 它是因為它是怎樣的 鎖鏡 鎖鏡就是代變的 在這些時候 跌穿了就不要走 鎖著它 分分鐘 你倒它一件事 就是怎樣 就是它這條是暗斜上 這條生位一次出生一次上 這條第二次上 第二次之後 你鎖著之後 你找到由這條 就四個半 一鏟鏟上去七元 賺的 就很簡單 就是 兩個多 四個半 入 七元出 不說得少 百分之五十 用的日程是多少 由八月到十月 兩月賺百分之五十 阿哥 你想怎樣 是不是 好了 第六個 這個又再給大家看看 看清楚一點 這個 鎖鏡就命上 再跟著這個鎖鏡就命 再上 這樣的情況之中 亦都見到成交配合 去到這裏 成交 嘩 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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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再相信 真的一個成交多 就一定升市 這個叫做見光死了 好嗎 好了 第七 我想問大家 後市你怎麼猜 這張圖 是2020年 十二月二十四號 這是聖誕節的 我們儘管這樣 2021年的時期 最終 在1月二十四號 再看回這張圖 大家猜猜 後市它怎麼走 劉心這個中族 好 約定大家 2021年 1月二十四號 我不知道它是星期幾 我們用這張股票的圖 給大家看看 看看亦都大家猜猜 怎樣情況 好 接著有個上落車技巧 亦都沿用保利加通道 凡後跌穿了 去了沿著底部 一路走 沿著通道底 破底下跌 逢反彈就沽 逢反彈沽 千萬不要去到一隻撈底 這個你罵不到底 去到這裏 跌到媽媽都不認得了 成交又很多 這個真真正正 就是血肉長城 哇 就是肉血街頭 所有人都是查大出血 真是 很奇怪 它不再跟著 脫著這個 是保利加通道底部走 這樣呢 不再追底的時之中 就是有望見底 我說有望 因為現在還有很多事情要考慮 不過無論怎樣也好 你看到它現在 接著反彈回去了 接著反彈回去了 很簡單 在這裏 中間 全是窄幅波動的 它還有一件事 是慢慢暗斜的 這條線 窄幅波動要怎樣做 都不是不炒得的 炒得的 炒得的 建底 就買 近頂 估 估 見頂 天花板 估 估 下班地板 估 上班天花板 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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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班地板 估 等等等等 這些事情 直照它又再見 握頸就命 成交開始多一點 突然間這裏 成交多了上去 有個裂口上升 這樣 就是圓通道頂上升 這樣就會 逢跌 就開 有朋友問過我 問一下 我現在在這些地方出貨 怎麼搞 出貨不要緊 第一件事 你問幾個問題 中軸是否升 第二件事 頂是否升 它是否正在貼 頂走 逢跌 你就開回它 追回它 追回它 追到什麼時候 我真的不知道 你追到哪裏 有一天 突然間成交很多 而且開始 又開始 離開 底 通常這裏 離開不追底 就見底 同樣是 離頂 不再貼近的頂 那就見頂 那時候就走人 很多這些事情 都是見到逢頂 就可以見到走 例如這裏 這樣 它一直追,追著頂 那真的到這裏 不追頂 那就走人 那你說 那這日 我問我這日走 那你給三日 給四日 給五日 頭來已經跌穿了 是中軸 的話 還不走嗎 所以在這裏 今天 就是和大家分享 三件事 第一 不要被人騙 第二 再看看保利加通道 第三 第三 就是出入市的技巧 祝大家 在2021年 不要祝大家2020年 因為已經剩下幾天 都沒什麼用了 祝大家2021年的事之中 就是炒技大盡 特別是應用保利加通道 和出入市的技巧 很多謝大家